欢迎收看ET Today看电影 这个时候应该有很多人正在看复仇者联络 然后没看直播 对没看直播 或者是这个时候想说 天哪我不小心走到这个直播间之后 发现这个直播间正在聊的是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 对我们应该做个手板 就是今天讨论完全爆雷 没有啦 瞬间跳出直播间 对对对要写一个那个警语 今天不爆雷 今天没有爆雷哦 今天说的一切都跟电影没有关系 有啦还是谈到一点点 但是我们保证不爆雷 不影响大家观影的乐趣 对不对 你知道做节目很痛苦在这个地方 明明看过之后就很想要 很想讨论 很想讨论 然后你知道因为昨天 我们都是星期二下午看的 然后看之前我们都还有签那个保密协定 就是你不可以针对今天的看到的内容透露出去 然后因为你看完之后片上还特别讲说 如果你真的实在是受不了很想要讲的话 麻烦你明天早上六点以后 就是今天早上六点以后才可以讨论这样子 我想说六点以后谁会上网啊 没有啦就是今天复杂德联盟三无限之战就是今天上映了在台湾 那就是公爵哥人也非常非常好耶 因为你今天带来了 对对对对对 公仔还有海豹 就是公仔没有没有办法送啊 但是公仔就是秀给大家看啊 公仔就是因为有在卖套餐有在有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各个戏院应该都会有这些很可爱很鼓追的产品 是买套餐送的吗 买套餐里面有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忘记是不是送的了 对然后就是上面有钢铁人蜘蛛人 然后还有反派萨诺斯还有浩克跟Groot 格鲁特 超级可爱叛逆琪的Groot 老实说如果这五支啊 这五支你最想要哪一支 我其实我蛮想要萨诺斯的耶 他长得很像蚵仔你不觉得吗 蚵仔细就是一个吃蚵仔动肚的中年男子 对全身都是紫色的 他是蚵仔 好好笑 不要小看萨诺斯耶 这一支的做工很细耶 对就是大家就是影迷 眼尖的影迷应该会发现他的手套上面就是六颗宝石就已经挤满了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钢铁人的好朋友 蜘蛛人充满了动感的一支 对他的动作超挑 我觉得这次的这些小小的玩具呢蛮具有收藏价值的 超级 而且这一集就是所有的英雄都几乎所有英雄都聚集在里面了嘛 那大家已经看得很过瘾了 对 你要翻给大家看吗 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复杀者联盟3的海报 然后我们一共有五张 一组一个人就是整组拿走 整组拿走 但是呢最后一张有点好笑的是因为它是绿色的啦 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穿透过去了 但它就是你拿到海报的时候它会是绿色的就对了啦 对因为它有五个颜色 对 然后呢这五张今天要怎么获得啊 诶今天有两组所以会有两个人可以拿到五张 好那就是你选一个得奖的我选一个得奖的 好啊 对啊 我们即将在四十分钟之后 四十分钟之后选出我们要 我们要送给谁 对 请大家踊跃留言 请大家踊跃留言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拿走 超想要的 连尾也没有 对啊 但今天就是多多留言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跟我们一起讨论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或者是你最想看到什么剧情 七绕是写什么意思 我今天的穿搭很 很很很很 蛤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他说我今天穿搭很关节哥 什么啊 你就是关节哥啊 他什么意思 他有买套餐 他有拿到蜘蛛人跟钢铁人 哦真的有 哦那你这么lucky 你拿到红色 红色队友这一组的 对 就是这里 钢铁人 而且这一集那个格鲁特更令人讨厌的 哈哈 我觉得很好笑耶 因为他人就是一个死青少年 就是一直在打电动 然后就不想理大家这样 哦好好好 叛逆的青年 好想念好想念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选出 我们即将在5点45分 选出这两位幸运儿 而且这两位幸运儿 一定要在5点04分的时候 都有留言哦 哈哈哈哈 好严格哦 我们会记哦 我们是有在记的哦 对 好啦 好啦 那先看一下那个漫威 今年已经十周年了 对不对 嗯 那就是其实非常有纪念价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副手者联盟英雄 你最喜欢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再告诉我他名字 DANOS 万周总播的电影 副手者联盟五线之战 即将上当 漫威自2008年 推出首部电影作品 《钢铁人》后 经过10年的铺陈 终于要面对最恐怖 最强大的反派 萨努斯 这次将有超过60位 漫威英雄集结 阵容堪称史上之罪 而有趣的是 这群英雄们 其实都有些极其相似的特征 趁着漫威十周年之际 在电影上当之前 一起悄悄个英雄间 有什么小巧合吧 还记得蜘蛛人 皮特·帕克在他的电影 蜘蛛人返校日中 四里走着让钢铁人 史塔克手入不了弯 在复仇的联盟五线之战里 他将与星际一共对中 矮嘴炮的星爵见面了 两位英雄狂打嘴炮 到底谁让对方闭嘴投降呢 在时间 科学天才钢铁人 冬尼 史塔克 跟魔法大师奇异博士 一起集结在胜锁 神医的志谋又会略胜一筹 大小萤幕的梦幻福尔摩斯同框 和双福尔摩斯都解无极限 美国队长 星爵和雷神索尔 三人不止疼 有见证的身材 大家还发现他们 有什么共同点吗 没错 试验美国队长的 克里斯一凡 与试验星爵的 克里斯普瑞特 还有试验雷神索尔的 克里斯汉斯沃 三人的本名都有克里斯 再加上帅气的脸蛋 摩托尔般的身材 他们注定就是要相遇在一起 不止男英雄吸睛 女英雄也不能输 总是散发着独特魅力 造型百变的黑管妇 与性感无比的飞红女巫 谁才是复仇者联盟中的美貌担当呢 这些义民的本名 是复仇者者的 和这个人的传统 准备吗 走 准备 准备 看完这么多英雄们的小秘密后 是不是回想到这十年来 所有的漫威电影呢 而就在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中 众英雄们即将与大魔王 萨诺斯决战 看无能能敌的压倒新实力 众英雄该如何面对 据说还有英雄会被自私 到底是谁 一切蜜团结在4月25日上映的 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中 好 刚刚好像有人在留言区给我爆雷 没关系 你想吃啊你 太生气了 其实现在所有的爆雷都是假的 现在学习博士 时空宝石倒回到刚刚那个 因为他有去做新加坡的那一场记者会 没错 然后下礼拜我们应该会做一个那个 此处无雷讨论区 以及此处有雷讨论区 如果你觉得 哇 我实在是很想要讨论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影对不对 看了电影其实 对 真的很想讨论 然后因为你如果一讲 旁边人刚好在尿尿你知道 我们有遇过那种就是你竟然尿尿 结果尿尿的时候隔壁人就在讲 隔壁人讲的时候你都已经 你又不能走 盒子不能走 双手都持有武器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遮耳朵 太好笑了 因为今天就是我在那个 我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有 蓝色比较倒霉啦 对 因为我今天在买东西吃的时候 也是就有一个朋友打给我 我就说什么 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我很想被爆雷 拜托你跟我讲到底谁死的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 我可以讲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是我太怕旁边的人听到了 会被骂 库鲁士诚说PTT上早就一堆爆雷了 可是因为我们多半的网友不一定 每一天一定会去扫PTT啦 所以说我觉得PTT上看到爆雷 都是怨毒服输型的啦 对对对就自投罗网这样去自杀 对你甘愿啦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在这一个非常干净的 一个讨论直播间呢 一个原地 对这边是可爱动物区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友善来 跟大家一起聊电影 因为我们今天从那个制作人 到我们的摄影团队都是可爱动物区 对对对 跟你也是啦 你也是你也是 没有啦我夜行动物区啦 因为如果刚加入的朋友们呢 就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今天会送出五张 就是那个富有者联盟的海报 然后呢一个人可以得到五张 就是完整的 完整的不用再挑了 不用在那边跟人家瓜分 然后所以呢你今天只要在留言区 多多留言你最喜欢漫威十周年里面 就是缩系列电影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集啊 然后以及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就有可能会抽到你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喔 刚才印语已经讲了 就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电影 跟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因为你很可能你喜欢的某一集 你不是最喜欢的那个角色 有可能喔 这么特别 就比如说我最喜欢美国队长2 但是我个人的角色最喜欢是奇艺博士 奇怪喔 就有这种的 就可能有这种答案嘛 对不对 他也蛮奇怪的耶 那为什么他不喜欢奇艺博士 没有因为可能他太喜欢美国队长2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我很喜欢美国队长2 那一集的整个剧情结构 看得非常的过瘾 所以后来这一组导演就被抓来拍复仇者啦 喔 这一集就是他们拍的嘛 对啊 好 来来来 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说 复仇者联盟3 就是现在已经在全球 就是一直进行宣传活动 那他们就是之前呢 也到了新加坡 然后接受就是我们的专访 然后他们先 钢铁人啊奇艺博士 他们在亚洲合体的画面呢 我们有播放一支影片 可以给大家看看 先看一下 哇哇哇 看看这个阵仗 新加坡要瘫痪啦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 《无限之战》 16日在新加坡举办粉丝见面会 吸引7000人到场 让这个广场挤到水泄不通 而电影里的 要脚钢铁人 小劳伯道尼 奇艺博士 班乃迪克康伯败区 还有新机翼公对里的 涅布拉凯伦吉兰 以及导演乔罗素 和执行制片陈正 都骑去新加坡 与大家见面咯 Iron Man is here Robert Downey Jr. Destrange Benedict Cumberbatch Welcome to Singapore 两大巨星一现身 就让粉丝嗨到爆 还有还有 他们走的地毯可特别了 为了配合反派萨诺斯的主题 特别将地毯改成蓝紫色 相当用性 而女性凯伦吉兰 在电影里 试验反派角色涅布拉 她为了诠释角色 踢掉一头长发 变成大公头 一剔图的新闻员主播 简历哲也在红檀上 访问到她本人啦 很高兴见你 Karen 你看看你 你很高兴 是 是 混合 Nabella的看法 你现在看法完全不同 对 对 你喜欢哪个 我会选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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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择一个 很开心的 我会选择这个 超红炭 或是一個英雄 我要給我一個招呼 台灣 台灣 我愛你們 光是紅毯就超級熱鬧 尖叫聲幾乎要把屋頂掀起來了 之後英雄們紛紛從紅毯走向舞台 登場時小勞勃到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一個亮槍 差點跌倒 還是故意再搞怪 讓已經走到前面的班奈迪克 嚇了一跳 意外成為一個小亮點 很棒 人們已經在這裡等了一個小時 我只是想要感謝所有觀眾 在這裡等了一些很年輕的支持者 當然 謝謝你們 你們是最好的支持者 真的 《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 是漫威宇宙系列電影的第十九部作品 執行製片洆湞也說到 慶幸自己身在其中 能拍出好電影真的很開心 而電影講與4月25日上映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看了 是不是很迫不及待想看 對 覺得就是好開喔 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看過了 但是看他們 所以你要看第二次 對 因為你剛剛有時候 就是有4DX的版本 然後感覺很像蠻生力其境的 很生力其境喔 你有試過嗎 我有進去看了一下 感覺很好玩耶 如果那個各位 你有肩頸痠痛 背部壓力大 歡迎你來體驗4DX 就是可能會被一直凹來凹去的嗎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那種動作啊 打架啦 砰砰砰的時候 你的椅子都會幫你按摩 哇 啊你如果覺得很久沒有人在你的耳邊吹吹風 4DX的座椅會就啾啾啾喔 為什麼你的心懷不軌的看這部片啊 不會 你就看這部片的時候覺得很熱鬧 很忙是不是 他可以調強嗎 呃 不可以 我們幫你調好了 直接給你最強 沒有普通 沒有small medium 辣椅 那他就是要給你很大的震撼的力量就對了 對 而且那個飛鴻女巫在那邊 你知道 飛鴻女巫不是會有那個所謂 對對對 紅色的光嗎 那麼也可以有效果喔 有 整張的打那個光線 啾啾啾 聽不懂在補帶他這樣 啾啾啾 天啊 要二刷要二刷 對啊 好像這樣講得好 這樣講得好笑 變布袋戲有沒有 對真的有 就是一按 丟丟丟 等光啾啾啾這樣子 但是剛剛看到的畫面是 就是所有的英雄們就是齊聚在新加坡 然後他們在舞台上面的畫面 那這一次就是現在要看的是 就是小老伯道尼就是鋼鐵人嘛 就是他前進新加坡的時候呢 就有發表了一下就是他演出這部電影的感想 然後有影片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是的 大家期待的 《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來了 《鋼鐵人》《小阿伯道尼》 《奇異博士班奈迪克康伯拜之》 《尼伯拉凱倫吉良》和導演喬洛素 到新加坡為電影宣傳 《小阿伯道尼》從出場就開始臭HiHi 看起來心情非常好呢 《小阿伯道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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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知道他就是奇異博士身上的那顆時間寶石 所以長在這麼特別遊的地方應該有他特別之處 奇異博士這次又危險了 再來就是可能動漫迷都很熟悉的 甚至還有一群人瘋狂收集的Hotoy 因為我有Hotoy的腦粉朋友告訴我說 在復仇者聯盟2出完之後Hotoy身價大跌 但是Hotoy的朋友們請你放心 在立喆看過20分鐘的試片之後 可以跟你拍胸脯保證 亂講了啦 這次Hotoy的身價應該會長回來了 因為這集真的是好看喔 所以如果你有在收集Hotoy的 沒關係 這次可以買啦 聽完立喆主播的介紹 原來我更期待著電影上映這天了 而如果你要想知道更多 這些英雄們在新加坡的其他動向 記得繼續鎖定一期土隊新聞囉 好 如果你是收集這些公仔的話呢 基本上你家最好有大概100坪左右的空間 因為他們會每一集都會換一點造型 對啊 真的是收集不完耶 這也是收集玩具者的一個熱情的所在啦 他們覺得我喜歡這些英雄人物 那當然我會希望有一隻這樣的一個公仔 然後可以放在家裡面 然後因為我們有去參觀過我朋友的家 然後呢 他是那種收藏家那種 他是收藏家 他加100坪 沒有 他加100坪 他加大概有50幾坪 重點是他加50幾坪全部都是玩具 蛤 那一整間就是他的showroom 天啊 我可以等一下給你看那個照片 哇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問他說 那你大概還有什麼是沒有的 他說你大概想得出來只要是有出的玩具 他大概都有 就是都是漫威的嗎 不只 重點是 各種這樣子 各種 就是各種 literary 就是各種 你想 那我幫你問一下Frank 我跟你講這超好笑的 有一次 因為我去他家的時候啊 他家就是有那個Warm Machine 那隻那個鋼鐵人二出現的那個戰爭機器 對 他就來跟我說 我跟你講 這隻戰爭機器 多麼的討人厭呢 因為全世界本來只有一隻 蛤 做出來那個比例的只有一隻 應該是他的 結果中間被一個人攔截了 蛤 那個人是誰呢 古 天 樂 哇 所以後來代理商為了彌補他 又做了一隻給他 那你朋友也非常厲害欸 我朋友 盒子非常厲害 是超級厲害 好恐怖喔 他還有很多玩具在美國沒有拿回來的 天啊 可能是沒有修人 可能是沒有修人 就是倉庫人 就是他跟他哥哥好像兩個人 不知道收集了四十幾年的那種 好猛喔 等一下可以給你看 很驚人 很驚人 我在他家大概拍照拍超久了 各位在那個直播間的人 你們知道我們男生以前都喜歡玩一種玩具 比較滲鬥式行駛 他就是有一隻都是買兩個的那一種 一隻是組合好的 一隻是穿在身上的 就這樣放著 超豪氣的啦 你說他可以穿上去喔 就是滲鬥式行駛都有穿的一組嗎 跟把生意拆下來又是一組的組合 他就是有兩套一組可以就是 我們通常一個人都是買 頂多買一隻而已 他不是 他是每一組都是買兩套 哇 他真的很有錢欸 超有錢喔 聊太遠了 請大家在直播間一定要跟我們講 你最喜歡Marvel這十年來 你最喜歡的電影是哪一部 以及你最喜歡的英雄角色是哪一個 當然你不要超我的喔 我就是最喜歡的 我在講二跟最喜歡奇異博士 你不要超我的喔 我不一定會這樣 因為這樣選你喔 沒創意這樣子 而且我看不懂七道你回答 你問的是什麼問題啊 什麼叫做以海 以海報占卜的方式 怎麼占卜啊 海報占卜有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好啦 我沒有學顏色的啊 ok 我沒有學精油那一派的 反正你只要多多留言的話 你今天就可以抽到海報 然後我們今天有五張 一個人可以獨得五張 然後我們總共抽到兩個人 好 ok 那剛剛 怎樣 看完了 立喆姐在新加坡有訪問了那個小博道尼 不是 就是訪問了那個紅毯啊 還有各個英雄聚集嗎 他們就在參加那場記者會 然後要跟大家預告 我們下禮拜三的直播間 簡立喆小姐她也會來到我們節目 跟大家實際的聊她那一次的整個記者會的活動裡面 跟那些英雄們訪問的感受是如何 有什麼樣的互動 對 因為我聽說她現在好像還才剛在國外 還是才剛回來 剛回來 她個人應該處於嚴重的時差當中 哈哈 哈哈 我在幫她的料 她是去日本 她去沖繩 對對對 她是沖繩的那個 電影節 然後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到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先回來 那個負責者聯盟 就是他們在新加坡宣傳的部分 已經介紹完了 但是他們之前呢 也到了上海去做宣傳嘛 上海那一站應該是超級噩夢吧 真的是超級噩夢 因為他們裡面出了太多太多的狀況了 然後呢 我們先 這個狀況多到我們可以把它列 列為是一個 那個負面行銷的教材 這 因為我們自己都有在辦活動 我們知道辦活動的過程 會有多少美美角角 可是 這一次的美美角角 可以失誤到這種程度 實在是很不容易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台上很尷尬的畫面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繼續討論 看一下 對啊 所有其他地方藝術藝術人 他們自己是Marvel的藝術 所以請你來一步 前面 我們來介紹 我們的地方藝術藝術 顏雅倫 華語越南金曲天后 榮祖兒 華語流行天后海豚公主 張正寅 華語歌壇超人氣的賴王張傑 以及華語歌壇金曲天王歌神陳奕迅 高興這次可以被邀請來到 可以跟一些真的 沒有機會可以看到的 他們叫什麼 超人嗎 還是 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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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i 非常地 很逸命 很吸引 台上的主持人啊 我應該也沒有這個同性 把這麼多漫威的明星們請到旁邊去 請到一旁去 但是後來那個女主持人 也在她的社群網上道歉 就是 其實我不覺得要去怪那個女生 因為我相信這一個主持人 她絕對是按照活動單位 要求她的節奏在做 然後就我們的經驗來看 這一些所有的明星 她們至少她們的經紀人也都知道 流程就是這樣子 你們先把你們介紹完之後 再介紹這一些藝人出來 就是Local artist 但其實就我們做活動的經驗來講 我們不會這樣安排 因為應該是說就是 原本會請到這些歌手來替 漫威電影站台這件事本身就蠻奇怪的 其實還好不會奇怪 我們遇過很多有可能的可能性 但是這個可能性呢 通常就算你是給我們排活動的話 我一定是先讓這些歌手出來 他可能先暖場幫這些 唱完歌 OK 因為你要曝光嘛 你要活動效果的話 那確實漫威這一整場活動 人是非常的多 對 所以效果一定是很好 所以你說讓那些歌手出來 唱完歌 暖完場 OK 好你們這些人在台上 對 再請我們的Marvel的人出來 這個順序應該是比較合理 然後這個合照 合照完之後 再請這些Local artist 再講一次 再請他們下舞台 對 但是他們的安排起來不是這樣子 就搞得變成說好像 大家還要在花旋廳聽他們唱歌 對 因為明明就是英雄都已經出來 但是你就看到英雄跟著觀眾 一起看歌手表演的時候 會覺得怪怪的 對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安排過活動 確實有各種可能性 但是原則上 你不會讓藝人都已經在台上了 你還把他們請到旁邊去 對 這是很罕見的情況 特別是你面對的 這可能是目前全宇宙片頭最高的男明星 叫小老婆套你耶 你搞什麼啊 因為重點是 因為陳奕迅的那句話 就是又讓大家更覺得 真的是太尷尬了 就是你一直說自己是漫威迷 但是你說他們是什麼 超人嗎 然後說Whatever就是 不知道 而且因為他們應該只聽得懂 Superhero跟Whatever這兩句 所以他們就只會覺得說 蛤 現在是在說什麼 有點尷尬 他還部長研究室 對對對 我們的好朋友也今天上來看直播間 就好啦 反正上海場就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 在舞台上的一個災難 對 沒有看過會這樣安排的 那不要去責怪主持人 主持人自己聽說他的微博也被關爆留言 我覺得他 我替他感覺難過啦 對 但是其實在上海宣傳的時候 還發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亂象 就比如說就是可能 那個蜘蛛人才剛在他的限時動態裡面 說他要來到大陸的時候 然後就一群的黃牛就是買了那個 他們就組了跟車團 然後人家一到機場就立刻就是跟著他們 然後而且他們非常有名 他們會一直跟車跟 加上就是他們會為了就是讓明星停下來 而去找他們的車 就是很多危險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他們要走紅毯的時候 把他們的車都包圍住 讓他們沒有辦法下車 以及或者是無法讓他們離開之類的 其實這種狀況在過去台灣辦首映會 有類似的狀況 但沒有這麼嚴重的情況 那以前明星奶確實也會有粉絲去追車 對 就是有的很多韓國的歐巴 或是日本的很厲害的偶像明星奶 都會發生的 但我們也確實沒有看過會有人把這個變成是一個商業行為 對 沒有 因為過去這種東西其實都是很粉絲自發性的行為 就是我就是要去追星 所以我真的遇過有包車去追的 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這個包車追車 你好歹粉絲他還是喜歡明星的 那基本上跟明星之間 他們都有保持一個禮貌性的距離 就也不想要傷害他們這樣 可是我覺得大陸的有些行為 他可能會比較激進 那我跟你講 當然你故意跟他車跟得很近 甚至是你去逼他車 逼到他的車 很可能會停下來的時候 那當然車上的粉絲可能很熱啊 覺得那我可以立刻去拍他 所以我自己親眼看到的畫面裡面 就有看到Tom Hiddleston的那個坐車有被包圍住 然後甚至有不斷的被 就是不斷去敲創要簽 我覺得這都是 這不是一個粉絲該有的行為 粉絲該有的行為 是應該在紅毯上面乖乖的等 等待去簽名嘛 對嘛 你也沒有看過這些大牌的明星 在做宣傳的時候 會被其他國家的粉絲 用人肉圍牆的方式整個攔下來 真的是太可怕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會 就是對這個地方會覺得 會變得很害怕 對啊 一來是過去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上海過去可能明星也很多 但是畢竟Marvel的電影的一個普遍度 跟期待度是很高的 所以明星跟粉絲之間 應該要有更好的安全距離 可是這一次顯然這些粉絲沒有在管這些的 我就是很激進的 我就算我這樣打到一下Computers的 我也爽這樣子 但是整個就除了就是剛剛講的粉絲包圍的情況之外 他們連辦那場活動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主辦單位要管制粉絲進場的時間 但是他們就已經規定說 大家不准夜排了 就是不可以半夜去排隊 然後就是有規定一個時間 大家才可以進場 但是因為不守秩序的人還是太多了 然後就是還是就是主辦方就 就是算了讓你們進去好了 結果變成就是沒有去夜排的人 就沒辦法擠不進去 然後進去了之後呢 就也沒有比較好 就整場的人大家都 就是人太多了 沒辦法上廁所啊什麼 就有人就地解決 好啦就地解決這是一個說法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目擊到 但確實現場有一些我們的朋友去的時候 他們在現場排隊的時候 因為我跟你講你有去排過那種大型的人區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他不斷的可能會有一些人會講說 排那邊 然後你有可能會立刻跟過去跑去排那邊 可是當又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其實應該排那邊 所以你就看了整場大家 很混亂 滿天飛的感覺 天啊聽起來好可怕喔 你去排看看啊 我不要啊 他們公司後來為了去借廁所 就是要去某一家那個類似那種餐廳店去借廁所 到最後因為人事實在太多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嗯那就不如就是去上廁所之後 去買個東西給店家 這樣至少人家也不會那麼討厭你 一直在用廁所嘛 因為你一直用廁所人家也是要清潔的啊 對 人家也是要花人力去清潔他的 所以其實那種手藝會都很可怕啦 嗯 你有排過夜排的人就知道了 我真的沒做過這種事 可見你還蠻成熟的 我很理性啦很理性這樣 哈哈哈哈 好那現在我們是不是要給大家看一個 對因為呢就是 呃立喆姐去到了那個新加坡的時候呢 有訪專訪了奇異博士欸 然後近距離的跟他分享了就是 他的指甲彩繪上面是那個 副手者聯盟的那些圖案 然後蠻可愛的 然後很吸引奇異博士的注意 然後加上因為他在電影裡面啊 就是有很多那個手勢嘛 對 因為他就是他 嗯 那叫什麼那個做法嗎 不是吧 就是會不斷的 唸咒的時候他需要一些手勢 那他就是為了我們這個 ET2隊的觀眾們又重現了一次這個手勢 覺得非常非常可愛 其實沒有加特效會有點蠢啊 哈哈哈哈 他自己有說沒有特效的時候很蠢啊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然後還要去買名字 之前我在香港 啊 好 很不錯 是的 那我做了很多的事 我知道你也記得那些嗎 嗯 你們有很棒的 對 對 我們拍照照片 對 這次是給他們 這次是給他們 是神奇奇的 是神奇的 她回來了 我認識你 他真是神奇的 什麼名字 是神奇的 是神奇的 對 是神奇的 我的 因为我认识你很多东西的手工 动作左右和 对 raises 这个事情特别疯 Christopher 因为你的指狀 实际上就要盖ede 你的指狀 用左手的痛手 是是正面弹的 有个人叫JayFunk 他教我这东西 他是动手 经过他们的手指 都是用来然后用来 你也 manufacturer的冻拼 azing shape and movements he and I manage this stuff up and choreograph it and practice it and develop it and adapt it yeah,and you kno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Doctor Strange worked with Iron Man yes do you think it's a pleasure or a pressure? uh..it was definitely pressure to begin with I was terrified I mean meeting your icon as a superhero but also your icon as an actor in Robert Downey Jr. 挺 awe-inspiring, but within minutes it was sort of getting to work, 好 hands on deck, loveliness, and he's so fun. He's just a good, good, good guy, he's a really nice guy to work with. He's a lot of fun off-set as well and, you know, the whole kind of flavour of a working day with him is great. And the hardest thing then is realising you're going to work without him being on-set and then you don't get a proper lunch break. It's not as much fun. So it's all the lines, like the fun moments, 在《書》中的文字 或是你們在《書》中的《書》中的文字 在《書》中的文字 在《書》中的文字 非常高 作品 也很高 至少的文字 所以在《書》中的文字 尤其是在《書》中的文字 他就一直在做了解 它們的功能 所以我們有出名的原本的文字 也有一直在《書》中的中文字 但你能玩真的非常感到, 它是非常感到的, 最有趣的功能在映画的歷史 但在日期, 你得到的機會 玩,玩,玩 把你自己的壓力 和想像的一種感受 和好時間工作 那這就繁著好工作 你剛才提到 這就是最大的影像 影像在影像的影像 有你從來聽到 Amt of on the D.C. side They actually started with the superhero franchise very early but now it's Marvel everywhere I don't really take sides in this I think my sights and loyalties are doing what I'm doing That's it and I applaud anyone else who's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It's great we are gonna see more of Dr. Strange 你自己的版本 所以你必須等待 看看他怎麼會成功 或是他做的 希望你一天可以去台灣 或是MIA tou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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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剪了這一段 有點小小幽默的 因為他講說我是Doctor Strange 我就是那個傳奇 其實他又是醫生又是博士嘛 對 雙關欸 雙關語啊 這其實不是他本名 他名字就是 他就叫傳奇啊 對啊他就是史傳奇 史傳奇 史奇怪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45分的時候呢 我們要戳出兩個人 然後就是多多留言 就是你留言的時候可以講說 漫威十周年 十年以來你最喜歡哪一部漫威電影 然後還有你最喜歡哪一個漫威角色 那我們今天就會送出海報 然後兩組一個人可以拿五張 對 好然後剛才那個Lisa就是 簡力者小姐在訪問的時候 有幫我們提到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說 那我們以後會不會看到獨立的 奇異博士的系列電影呢 然後因為他 那那個Doctor Strange 史傳奇先生就想說 史傳奇先生就想說 那就要看看這一次的一個效果是怎麼樣 那沒有錯 那確實我們就現階段收到的消息 都說 理論上 那個白乃迪的看過敗區 應該會有一個他自己的系列電影 只是目前都還沒有透露 但是我們在很早以前的時候 就有聽說 在《復仇者聯盟》這一集之後呢 那接下來的重要的漫威系列電影呢 核心人物就應該會是他 就是班納迪克 因為其他人合約到了嗎 一來是這樣子 一來是幾個重要的 就是漫威的開國三巨頭嘛 就是他們的Big 3 就是都已經各自完成了 各自的系列電影的三部曲了 沒錯 鋼鐵人跟那個 印渝 跟那個 我忘記 美國隊長跟索爾啦 對啦 對啦 那兩個人弄個克里斯 一直想那個海報上面 就是那三個 然後三個克里斯 三個克里斯 對對對 Big 3已經交出自己的系列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謠傳說 那這一次的Avengers 這兩集都會是他們最後的作品 聽到都是這樣子 沒有錯 就是我們也很早就聽到 就是因為 一 那個小老婆道理的一個年紀 也到了一個程度了 那鋼鐵人如果他要發展四五六的話 那漫威要承受的一個風險其實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小老婆道理年紀比較大了 那你未來你想要把鋼鐵人四五六拍完的話 我請問你要花幾年的時間 我請問你 至少要 很合理吧 六七年 至少六七到七年吧 對 那鋼鐵人那時候都幾歲了 你告訴我 六十七 超過六十了 觀眾看到一個超過六十歲的英雄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 來 問後面那兩位 小老婆道理到六十歲的時候 還在演鋼鐵人 你會覺得你想看嗎 想啊 還是 蛤 不想嗎 沒有啦 其實可能會想 可是會想還有一個前提是真的又夠好看 可是 對啦 你看到六十歲還在演一個超級英雄 你會覺得他很像個阿伯 你知道嗎 會不會哭出來 就覺得很可憐 對 小老婆道理那麼貴 對 小老婆道理那麼貴對不對 可是我想不到就是 還有誰可以演這個角色 沒辦法嘛 所以其實就一個製作成本的考量上來說 小老婆道理你的年紀也大了 你如果還要再發展下去 他有很大的難度 所以那怎麼辦呢 那你總是在接下來的未來的二十年之內 漫威還是要有很多作品去呈現 因為他們有八千多個角色可以拍 對吧 那我合理的相信 因為現在各位現在在這個市場上看到的電影公司 像什麼福斯派拉蒙華納 他們都一百年的歷史了 所以身為一個優秀的製片公司 你現在看的絕對不是只有這五年的事情 你要規劃是這二十年的事情 我聽到的是他們已經規劃這未來二十年要派的案子是哪些了 哇 哪些 他們不能跟我講啊 所以我也不會知道啊 但是各位用你們的大腦思考 你也猜得出來嘛 對不對 奇異博士比較年輕 對 他再撐個三級 絕對是可以的 更別說我們可愛的蜘蛛人 這麼年輕 他絕對可以撐三級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對 那你看還有誰沒有做三級的 對不對 你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他一定會有做三級 三級 三級 基本的概念一定是這樣子 你更別說黑豹 黑豹美國已經做到6.8億了 他即將要挑戰7億這個很可怕的數字 這是非常恐怖的數字 這絕對是沒有料到 在演復仇者聯盟3的時候 黑豹還沒下片 對耶 到現在還有喔 對啊 所以你還沒看復仇者聯盟3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看黑豹 對 你就知道黑豹 黑豹是一個 有多帥 對 有多帥 是不是 對啊 所以各位去合理的評估一下 就知道 那這戲人都演過三級了 那未來可能 可能會看不到 這些角色的獨立電影 可能會在別的電影裡面 客串 那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去期待說 漫威去開發更多新的英雄 對啊 對 所以在這一集 就會告訴你 我們接下來要做誰 可是其實大家看那個 漫威的編年體也都知道 接下來會有哪些角色 也都在拍了 所以其實 你說驚喜呢 對於我們這些 已經在研究這個產業的人 其實是沒有驚喜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通俗觀眾的話 可能你不知道旁邊人在嗨什麼啦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對對對 昨天在講是看到最後說 有人很嗨 可是你不知道 那是在嗨什麼 但是 已經有 這場都已經 聽到大家在討論了耶 就是會有新的英雄 這樣 很合理啦 好 部長看說什麼 接下來漫威的四大天王 奇異博是金星隊長 天豹 他講出來了耶 金星隊長 對啊 不會 沒有 因為那個金星隊長 已經是在開發的 對 大家都知道的作品 那 可是星期一公隊 因為已經拍兩集了 那 他會再撐幾集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也是三啊 會不會也是三集而已 理論上是這樣子啊 對啊 理論上是這樣子 15分喔 15分喔 好 來來來來 我們要抽誰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請那個小編 幫我們劃一下 今天要送給大家的是 登登 富多德聯盟三的海報 然後我們有五張 然後 最喜歡的是誰 要抽誰啊 大家有沒有留言啊 你最喜歡漫威十年來 最喜歡哪一部電影 跟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許凱章說 他最喜歡鋼鐵人2 但是今天被格魯特萌到 什麼東西啊 今天變心了嗎 好 那個許凱章列入我們的考量 還有誰 考量而已 只是考量 好會喔 好 部長也可以留言一下嘛 烏絲如嗎 最喜歡鋼鐵人 最喜歡的角色是蟻人 喔 蠻有趣的喔 蟻人蠻可愛的 然後再來是誰 喔 Ian Chan說 最喜歡第一集的鋼鐵人 也最喜歡鋼鐵人 這就如同廣大的女性粉絲 都很喜歡鋼鐵人 說 你是不是喜歡她 我非常喜歡 哈哈 為什麼喜歡她 就是 就是 她會跟你鬥嘴 她很有趣 對 她很有錢 她會拿錢砸你 喔 對 哈哈 不是啊 就是覺得她很聰明啊 然後又幽默 有口才啊 然後又很有魅力這樣 嗯 好啊 張志誠最喜歡美國隊長3 她最喜歡美國隊長 OK 她最喜歡美國隊長2 她最喜歡美國隊長2 現在最先說了 好我就送 這個答案 我喜歡 你根本就 我喜歡 私心啊你 部長就送給你了 五張在這裡 就給你了 部長快點私訊我們 部長私訊他們 這個 好了我的已經送出 耶 那我要選誰啊 唉唷 其實我今天看不清楚 你怎麼 你可以走進去靠近一點啊 然後就不要回來了 唉 我看一下 有人 腹肌說他喜歡 星技藝工隊跟格魯特 喔 其實我這一集看完 我也最喜歡索爾 我這一集看完 我也非常喜歡他耶 算了 你本來就喜歡他了啦 誰不喜歡 誰都喜歡有沒有 對 又Man 又帥 對 有人說羅根耶 羅根 看一下 好啦那 那選Ian好了 選Ian喔 對啊 因為他最喜歡 跟你一樣 跟我一樣最喜歡鋼鐵人了 好啦鋼鐵人 其實男生女生都喜歡啦 對啊 男生應該看了 也覺得很熱血啊 對啊你看 你又有一個人工智能的管家 隨時跟你對話 對不對 對 然後又 軍火在身上 我想到為什麼我非常喜歡他 是因為就是他 就是外表看起來 這麼多精帥氣 然後又 非常有魅力 可是他只喜歡小辣椒 對 對對對 就是因為他很專情 就是十年來只跟小辣椒 就覺得 太帥了 OK 那浩克也只喜歡 黑寡婦嗎 對啊 那美國隊長只喜歡 就他比較失控啦 那美國隊長喜歡誰 美國隊長不是 就是他不是之前有個情人嗎 嗯哼 然後但是他 其實那美國隊長喜歡那個情人 那段我有感動耶 喔真的喔 就是他在那段 在跟他講說 喔其實 你已經怎樣怎樣 你幾歲 我還是很記得你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那段蠻感動的 但是美國隊長不是處男嗎 他說的啊 扯遠了 所以他最喜歡的是Winter Soldier 對 對嘛 他們就是 在預告裡面有看到他們重逢的 那個畫面之後 你就覺得天啊 這是 就是他們有種 兩個百歲人類 哈哈哈哈 好 看完了那個 今天討論完那個 復活者聯盟3 然後下個禮拜 我們還會繼續討論喔 所以不要錯過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到的是 沖繩電影節 然後這一次沖繩電影節 遇到了大暴雨 然後我們的紅毯 就是也是 大家都是詩答答的 各個明星都是詩答答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歡迎 今天 大家看見 第十屆 衝繩電影節日前盛大開幕 而十二日下午 頓風街舉行紅毯盛會 不過天空卻不作美 中午突然下起大暴雨 典禮順延到兩點才正式開始 雖然雨還是下個不停 但中心們不畏雨 依舊帶著笑容 接受採訪 你怎麼覺得 在雨中 每個人都很熱 我還覺得很好 這是你第一次在雨中 這是我第一次 想想如果你在Oscar 一天 我不知道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漂亮 今天很難 應該很難 穿著長袋子 穿著長袋子 不太難 但 大家都在玩 所以 沒關係 這是你第一次去Okinawa嗎 沒有 我從Okinawa 但 這次是我第一次去Okinawa 今天是第一次去Okinawa 演出電影每天回家 老婆都在裝死的 榮艙奈娜也現身紅毯 而電影內容就跟片名一樣 老公每天回家 都看到老婆各種裝死 榮艙奈娜也讓我們主播 典禮著訪問到啦 監督とたくさん話し合いましたけど なんか言葉にならない愛が 詰まってる映画なので 結局は 現場で作り上げたものが 多かった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Yasunaさんとその凸凹の夫婦愛も 描かれてるから 是非そういうのも見てくださ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こんも皆さん台湾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はやみもこむしです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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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蘭幼王子也來囉 You're very famous in Taiwan for a cooking show この間台湾美食店に行ってきました もうどれも全部心に残ってますね いろんなシェフとお会いして 勉強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やっぱ歴史もありながら 全てがやっぱり美味しかったので 今度また近いうちに また遊びに行こう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ね 如果你要做一道非常 讓女朋友很暖心的料理 你會想到用什麼食材 でも僕 火鍋が大好きなので 一緒に火鍋なんてどうですかね Oh my god 我可以我可以 能吃到素水冒虎道料理的人 真的太幸福了 みんなラーメンの中でも こうやって来てくださって すごい良い映画祭だなって ありがとう 阿布桑也有来 這回他戴的喜劇片 除早午是参加盛会 他在電影里尺度大開 半肉演出南季 還修出六快季 堪称阿布桓从影以来 最讓人脸紅心跳的作品 ちょっと分かったけど 一人と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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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ですね 結構あの 草山あったりとか でもそこに喜劇あったりとか それで 素晴らしい感情を 運営てきた 素晴らしい 今までない 日本の試合に できるのが 日本の試合に 日本の試合に 皆さんの試合に それで 日本の試合に 全ての試合に 日本の試合に 日本試合に 沖繩電影節 我也好想去 可是他們那時候天氣好像蠻差的 也一直下雨 可是沒有關係啊 因為沖繩本來就還蠻常下雨的 是喔 因為我去玩的時候是完全沒下雨 所以我一直以為他們那裡天氣很好 因為我們上次去沖繩的時候也遇到下雨 後來我跟當地的導遊在那邊聊的時候 他說沖繩其實蠻容易下雨的 因為颱風很容易有來 那熱帶氣旋什麼 他們很容易就第一個就遭殃了 所以沖繩其實是蠻容易下雨的 對那沖繩電影節也就是向大家宣布了很多日本的電影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介紹這兩部啊 其實他們也是本週上映 但是又打到復仇者聯盟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多多關注喔 對啊其實不是只有復仇者聯盟啦好不好 還是有很多好看的電影在這個禮拜上映 沒錯 這都是不怕死的勇者 我們為這些勇者喝彩一下 勇者里戰 怎麼樣勇者里戰 回來勇者里戰 首先第一部是 阿布寬跟借雅人主演的北之英首 然後呢 其實這部片是戰爭片 然後其實感覺好像蠻悲劇性的欸 就是史詩座的感覺 沒關係 只要是阿布寬的電影我就收 只要是羅馬人演的我都接收 哈哈 羅馬浴場的梗喔 你有接喔 對 我在想說臉紅心跳 想說奇怪 你有看過羅馬浴場嗎 他幾片幾乎都全挪了勒 一定要看一下 剛剛那個其實洪漢他介紹另外一部是 那個除藻武士 然後其實他裡面演的是南紀 因為好像那個時代裡面就是 你南紀不能正大光明告訴大家 所以他就是硬要安排一個職位 叫做幫大家除藻的人 然後 現在也不會跟大家講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那個時代這樣 然後所以他在裡面就有大秀 他的好身材 然後還有很多臉紅心跳的床戲 那就是之後在台灣不知道會不會上映 但是大家可以多多去關注一下 至少可以先播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北之音首 要看嗎 沒有看 對啊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我們對不起 我們聊太多天了 對不起 另外一部是警護亮主演的洋之木 然後感覺也是沉重的題材 因為他一個人要面對六位殺人犯 就是 柯南常遇到這種事情 柯南就死神啊 金田英也會 對對對 那反正他裡面就是講說 他要 他好像是那個工部門的人員 然後他要去觀察這六位就是殺人犯 就是投入社會之後去做各種各行業的工作 然後在這中間跟他們每一個人的互動 對 好 因為我是導演吉田大巴的粉絲 所以其實本週我最想看的是楊之木 可是楊之木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不知道 這要進電影院看了才知道吧 對 就像他的電影 聽說同島退社了 有些人看完之後也不懂 我們有片名什麼意思啊 就是片名乍聽都會覺得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還有幾支月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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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到大家進到電影院之後就會了解為什麼了 然後 江澄華已經看過楊之木了 哦 因為在那個嗎 奇幻影展 先看過了嗎 奇幻影展 對 那哦 反正已經有人幫我們背書好看了 對 所以難怪楊之木可以在這次釜山國際電影節 得到了評委會大獎 對 那也都得到很多的肯定 就是這兩部電影呢 剛剛講到楊之木跟那個 北之音首就是在這週上映 那除了《復活者聯盟3》之外呢 也可以多多支持這兩部電影 有人問說哪裡可以買到海報 我記得好像是我們的一個套餐的樣子 也是你們 是我們 對 我有點不確定是哪一個套餐的 對 反正買那個套餐就會有海報 反正這一次為了宣傳《復活者聯盟》 有各種海報會送給大家 好期待哦 就連今天都有報紙 有整版的海報廣告 對 對啊 就看一起 然後收集兩個版本 我們現在還有IMAX特殊版本 很漂亮哦 很漂亮 對啊 對 好 那介紹完兩部日本電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本週票房 Top 5 什麼東西 你的天啊 永樂 不至於 怎麼還娶 還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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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re okay with me you're okay with me i know our girls are not thinking things through i'm gonna stop them i'm in let's cock block those motherfuckers this is our last big night together this pact is gonna make night even more perfect you're getting away wwvdd what would ben diesel do in terms of crisis parents are known to help superhumans drink i can do this what the fuck we're gonna die probably we've created the next chapter in natural selection project rampage works you got another one of your little science experiments running around what do you mean another one of course the wolf i only came here to escape but i found something much bigger than just myself are you willing to fight help us save the oasi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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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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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